当地时间5号 立陶宛政府发布了一项有关印太地区的新战略 美国媒体报道称 该战略旨在对抗所谓中国压力 并声称 立陶宛将坚持保持同台湾地区牢固的经济联系 对此有专家评论称 对于小国来说 制造话题显示自身作用是一个最容易获得话语权和资源的方式 立陶宛此举纯属刷存在感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报道 立陶宛版印太战略声称 鉴于中国在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迅速崛起 其国内发展轨迹以及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日益增强 印太地区已成为战略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主要舞台之一 该文件还称 立陶宛想加强与台湾地区在科技产业 韧性建设和民主促进等方面的合作 发展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关系是立陶宛的战略重点之一 也是其经济多元化政策的一部分 虽然该文件称立陶宛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 坚持一中政策 但也声称台海现状不能通过军事或胁迫手段改变 日前国民党籍民代王鸿威曝光2021年 民进党当局与立陶宛签订的所谓半导体合作备忘录 其实是无常将台湾地区的半导体技术提供给立陶宛的私人公司 立陶宛更狮子大开口 要求补助金从原本的650万增加至1400万欧元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崔恒6号表示 立陶宛在欧盟内部本身并没有太强的话语权 拿着反华的旗号或在台湾问题上做一些小动作 能使其获得一定重视 这是一些小国所谓的生存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 立陶宛森局也正值北约峰会即将在该国召开之际 预计本次北约峰会除主要聚焦俄乌冲突议题外 也会渲染所谓的中国安全威胁 并讨论北约的亚太化 地区备因201 地区备取主要聚焦俄冲